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每一个基督徒理所当然要做的 因为我们是从最终被上帝拯救回来 我们是带着感恩 报恩的心来去服侍上帝 那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所以弟兄们 我劝你们将圣体献上当作是活计 是神所写的 是理所当然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全时间服侍神了 那就不同了 上帝在众弟兄姐妹们的当中的里头 选谋一些人出来 专心分别为圣来去服侍他的 那这些人是要有神的呼召 好像就是在如行传里面的保罗 被上帝呼召 在大马车的路上 一道光照下他的眼睛 他呼召他的时候也给他神秘 做外邦人的师徒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呢 耶利米在母父当中里面被神呼召 做列国的限制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 我有没有被上帝选为加入全时间的一个服侍 那有几点呢 我们说需要去思考的 第一 你本身呢 内心上里面是不是有长期性的 连续性的一种的感动 这种的感动在你的心中里头 持久都不散 我有一个的老教授 他有一个朋友 那虽然他没有全时间去服侍 不过这种的感动在他内心上里面 晚年还是留在那一边 我相信这种的感动是不会消散的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有这种的感动 是微小的 持续性的 是一种神在我们内心上里面的一种的善工 另外一个就是你喜欢服侍吗 你是羡慕善工吗 像是提摩泰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 他告诉我们说 凡是做监督的 要羡慕善工 这话是可信的 羡慕善工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怕做了 你喜欢做了 而且呢 你喜欢做事工 而且呢 你喜欢在教会里面来去服侍人 那第三个呢 和第四个呢 就是和别人有关系的 第三个呢 就是你在教会的当中的里面 所参与的服侍是不是有果效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件事情有果效 其中一件事情有果效 那也是有果效的一个事工 我们可以想想得出 在逻辑上来讲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 做八个小时 做十个小时 常年累业 我们这样子做下去一定是有果效的 我想哈 中人的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在教会的 参与的服侍是有果效的 最后一项呢 就是 你是中人为美的那一个嘛 好像就是在《使徒行传》里头 当时候有一万人要选出七个指示出来 其中两个呢 是别人给他们一个的外号 一个叫做大有信心的史提反 一个是传福音的腓力 那这些人在人的内心上里头呢 就知道你是适合的一个的人选 中人为美 这句话呢 是得确 是你在教会成长过程的当中 你留下什么印象给别人 你是否是那一个 是中人为美 你出来服侍是最好的一个的人选 上帝师父你们 如果你们有这四样的话 认真加入 侍奉的一个行列 神侍奉你 神也帮助你 谢谢 谢谢 那个人 我跟他们讲过 echt